反对 总之是经济的角度有些不同的两位教授 就会通过去做这个 我现在同时间都将主持的责任交给朴利明 我负责第一次责任 好 这次反过来就由方博山这边开始 五四三二一五六版 好 是 如果第二个题目就是 香港往后本土经济的发展 那我第一件事 我就很希望推动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 除了我们的农业 或者我们也有一些环保回收的行业 先可以滋润整条供应链 不论在食物好 或者有一些轻工业或者high tech的一些方向 我觉得这个就是朝着这个方向 全世界都重视绿色经济 所以我期望 特别我们香港都是始终地少人多 土地也都未被政府合理地去运用 那如何去推动呢 我看到几方面 譬如有些工业村的地方 现在他们有一种走势就是希望推动一些工业 因为在物流各方面都比较理想 而且可能是比较high technology的一些方向 在技术层面那方面 让我们一些年轻人下一代 是更多出路 那 无论有些 很多访问都有说过的了 譬如有些 robot 或者以至有些大型的 CCTV去监察一下我们的农业 有没有发展一些土地 有没有一些变化 或者渔户处 你知道多懒的了 大家也知道 那渔户处 经常被人 我们有人斩 我们的土尋香 那我们又没有人去看实 你叫那些警方在那儿长期暴主 又不行 那如果这些高科技 闭路电视 保持着天眼 这些都是我们香港本地的一些 学生能够做得到的一些产业 其实可以推动到我们本土的经济 那不只是靠那四大支柱 如果靠那四大支柱 就一定会玩蛋的了 那 刚才我自己也都说了 回收一些存域 那个食物链才是最正确的 无论是支援我们政府的 无论是康民路政的一些肥田料 路边的植物的肥田料 以至做到我们的龟粮 鱼粮 去养活我们的 那些鱼粮 里面的鱼类 以至再 復耕的一些物料 都是比较安全健康的 所以绿色经济 就是我自己心目中 未来最主力推动的 那 这个大致是这样的 还有绿色经济 也有一些 除了发展高端的产业 会展业 生态旅游 或者吸引一些高增值的客群 来我们的一些 它对于绿色生态旅游 那种的一些发展 都可以 我们本身也有世界地质公园 其实这些物资 或者我们不同的倒序 如果保持着这些环境 都可以 不过我知道 有一些 倒头 我形容倒头 我今天 这几天未有些人说 什麽 其实地区的议员 希望能够政府维修好一个倒头 都搞十几年 个别 如果他们只是为大众 有一个倒头 我就不反对 就是很轻描淡 做一点点的维修 就可以了 多谢 好 讲这个 本土经济发展 我不太懂得说 我 如果你说用工党 那个 对经济发展的框架 这样看 我们觉得现在是 太过市场 我们过分 将所有东西都市场化 而我们公共开支 占我们的GDP 只是大概两成 甚至经常开支 是更加少 即是 得一成半 左右 那这个是 完全 没有办法 让我们公共方面的资源 投放在一些 我们认为 社会值得做的东西 我想经济 就是说 交易 但是这个交易 当然就是有一些东西 值得做 做了一些东西 是有个报酬 很多东西 是值得做的 我们的社会上 比如说 我们做好一些教育 比如说 我们做好一些人本服务 包括了 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绿化的环境 我们农业需要保护 我们需要发展更高的自给率 等等 那这些东西 如果纯粹靠市场 就是说 有人做这件事 赚到钱 在市场上赚到钱 才会出现这种东西 很可惜 就和我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公共利益的东西 未必是挂上欧的 就是 你做公司 对大家 现在在社会价值上 都觉得值得做的东西 未必能谋到你 所以 工党的看法 我相信也是 就是说 其实 政府的责任 就是在社会上 抽取资源 之后 再投放足够的资源 去做一些 我们社会上 觉得值得做的东西 所以 在外国 我们看到 人们走了几十年 是一个叫做 Mixed Economy 就是一半是公共资源 一半是市场 那就是说 譬如 世界上很多国家 其实它的经济 里面有一半 是通过政府 去投放出来的 那 这个是我们的框架 至于如何 在 和这个 农业 或者 和今天所说的 新界的发展 如何掛勾呢 那我未有 详细的研究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 在推动的方向 那我当然 就是比较集中 就会看回 人本服务的部分 尤其是 就是 照顾一些弱势社群 很多的服务的医疗 教育 環保 等等 都是值得做的 OK 大家好 我是生涯社群網絡主席 刘永康 因为很多人刚刚聊 解释了自己一次 那这个议题 就很阔的 整个香港往后 本土经济的发展 就是现在政府 讲的四大支柱 六大产业 每一项都够讲几个钟 所以我也不知道 怎样用三分钟时间 简单去讲 那或者可能参考一下张议员 刚才都用了一个大框架去看 就是 我的框架 依然是支持 就是自由市场 和资本主义的 就是大框架 香港未来经济的发展路向 那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 刚才我都觉得很好的 就是不应该有 过分的垄断 就是当你被人垄断了的时候 谈何自由呢 就是你都没有一个 选择的自由的时候 那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 真正自由的市场 所以在未来 发展这个 市场经济的时候 很需要想办法 令到香港的经济 是迈向多元的面向发展 那首先第一 就是我们 不能够依赖中国的 那个经济来源 例如旅游业这方面 我们不能够 只是做中国的旅客 也必须要开放去做 这么多国际的 就是高消费的 游客的市场 例如刚才都说 做生态旅游 或者香港的主题乐园 其实都可以更加 面向国际 或者做多些东南亚 我之前在迪士尼做的 都见到越来越多 就是东南亚的旅客 来到香港的 都有很高的消费力 原来他们 所以其实是除了中国之外 台湾 东南亚这些旅游市场 其实是很有潜质 去继续去开发 然后之后就有一个 我必须去强调 我觉得香港需要发展的 就是我们的文化产业 我自己也是Cash的会员 有写下歌词 但内何就是 其实行内 写歌词赚到钱的人 真是几个手指都数得了 所以才要做社区 如果不是真的 不能吃饭 香港是需要给到年青人 在不同行业发展 都能够维生的 一个空间 给到年青人的选择 而我认为 文化产业在香港 是一个很大的资本 香港是有 无论是中国 西方文化的回聚 其实我们曾经 都很强的文化产业 内何就是 现在我们电影 又要拍拍片 流行曲都越来越衰落 政府是有责任去 投放资源 去鼓励香港唱片业 电影业 或者其他出版界的发展 之前去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们有些月票 可以鼓励那些人 买一张月票 可以进去看多些话剧 看看音乐 在香港是没有的 你想看话剧 看音乐 每次都可能要买票 其实很鼓励不了 那些人去入场 其实这些很少的政策 都是令到香港人 有没有意欲去发展 文化产业 艺术产业 这个要门 所以我觉得 文化产业 体育产业 这些都是香港很值得发展的 就是昨晚我看完欧国杯 人家这些国家 二十多万都入到欧国杯决赛 周围七百万人 为什么不行呢 就是因为政府 没有锐意发展 体育行业 这些很多都会很久说的 所以有机会再说 多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有同一个疑问呢 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究竟本土经济 其实是什么敌意呢 广东道 买手袋 是不是本土经济呢 或者 迪士尼 那些旅客生意 算不算本土经济呢 其实在我而言 我觉得本土经济 应该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 以及自给自足 本土经济的论调 其实我见政府也有提的 我姑且就讲一讲 政府的说法是什么 政府致力促进本土经济 有下列目标的 刺激本地消费 创造就业机会 宣传地区特色 以及提升社区活力 有些活动的 就是荃湾珠宝的金色坊 有些什么行人坊 有些虚视节 其实大家想想 这些算不算本土经济 大家心中有数 所以可持续性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刚才讲过 本地的农业 或者一些生态旅游 我想都不是很多香港人 走坏了整个香港的 其实旅游业 在我们本地来说 是不是大有可为呢 或者很多文化产业 其实都可以做的 所以先要有一个定义 究竟什么叫本土经济 我们要怎样去创造 这些本土经济 而不是每一次都 说出本土的东西 整个天光虚 整个夜虚 玩两天 半土经济 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 今天那个题目 几位主持主办人 都很好 由讲农业 到讲本土经济 其实是一物相成的 到最后 讲整个社区 对新市鎮 怎样规划 再我刚才提过 自给自足 可自足 是一个本土经济的方向 至于 除了文化产业 或者环保回收 或者一些生态旅游 还有什么要做呢 可以大家多些研究 可以brainstorm一下 但是 那个大方向 不要走错了 走去政府那种 其实很奇怪的 你本土经济 你真的叫香港人 逢星期六天 去荃湾 看两块金 然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去这个青年文化 创业广场 看几天 他说他如果预计了 一亿五千万 就有个伙伴枪志强的计划 其实大家都看到 是不行的 甚至乎你看看天水围 那个时候 那个社区 大家都说就业不足 他预计了那个地方 来做虚史 结果就 变成了十档 有十档都是老金与的 因为全部都是没有人去的 那 大家可以想一想 究竟那个定义是怎样 谢谢 大家好 我借一点时间回应 刚才台下有位观众 说有钱人要休息 休息东西的话 买日本东西就可以了 要买香港东西 因为我们是香港人 香港人应该 以香港为名 应该支持他回香港 另外呢 反垄断 下一讲 我们也反垄断 黄秀我们也反垄断 是的 那看来呢 今日的题目 都是想倾向一点点绿色 三分都很快 都过了不少了 我支持 那时候呢 政府呢 吸引一些宝座 搞这个 厨居啊 回收啊 回收产业 那当然 其实我自己呢 都 都参观过一些 厨居回收的 那的确是 出路方面有些问题的 那可以配合一下 或者是鱼龙柱 那 那当然 大家都对鱼龙柱 就没有什么 好的 评价 但我觉得是可以 无论如何 都可以做得多一点 因为譬如 他说什么 他 厨居可以做 的 那些 但是呢 大陆不允许入口的 就是大陆 他说他自己 有个规格 总之他销路是 有一点 的 那 там 香港可以 就是 政府出合之下 可以自己用回 其他 我觉得不是 就是 是整个产业 你不可以 就是 啊 我支持回收cito 厨居了 回收之后 那些东西是沒人要的 我自己自問都OK 譬如我喝完東西 我去街買這個瓶 我不會就這樣扔的 我一定拿到我見到回收室 它最後的下場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回收到 我不知道 也不是我去理會 希望政府在傳言回收 之後的玻璃回收 或者廢物回收處理 除了資助 回收商去做回收這個動作之外 亦都要幫我們找到出路 怎樣銷售 給它國際口 香港本土口 例如香港有些地磚 街上鋪的磚 用玻璃磚 都可以的 我雖然支持自由經濟 但我不是支持 理論上完全自由的 政府一定要做 我們不會回到 十八世紀歐洲 同工幾歲都可以 我們不可以 某程度 都贊同張議員 有些事情 政府一定要資助做 我們的分別就是 程度 是 我是葉重嚴 剛剛到 所以我不知道遊戲規則 希望不會搞亂 那局 但是我聽到幾位發言 似乎 既 高度 表示 很多位都表示支持自由市場 但是同時又 鼓吹政府高度介入 那 那 當然我聽不到究竟如何平衡 既要高度自由 又鼓吹政府高度介入 我想用一個實例 大家去討論 如果有一種產品 明明就是外國貨 又便宜過香港做 又漂亮過香港做 那如果你說是 自由經濟的 那它在經濟上贏你 你就讓消費者 買外國貨 但是如果你說 維護本土經濟 我猜我對本土的理解就是這樣 本土應該是國際 如果你說要維護本土 就應該是說 即使我們的本土出產 不能夠比比國際的競爭對手 但是我們都有一種政府高度 介入令到本土人優先 是買本土出品 我想就是這個問題 待會你們如果有機會 可以回應一下 這樣我才能夠聽明白 究竟如何同時 是高度自由 又鼓吹政府介入 我其實喜歡姚崇嚴這種方式 一拼 不過我跟回大會 我是很乖的學生 尊重大會的設計 因為我答應是大會的設計 方學生剛才提過 要搞工業村 推動高科技工業 綠色經濟 回收廚餘 匯展或者生態旅遊 當然我剛才第一場的時候 我也想提到 每個觀念 其實可能都要花點時間去展開 我猜我們現在沒有時間 也不希望你現在可能回答到 不過我想問你一個更根本的決定 你選擇這些的時候 是誰人決定的呢 是應該由誰人決定香港的本土經濟呢 為什麼我們會定立一系列這些範疇 而不是由另一種過程裏面 由本土的人 如果我們喜歡 不做這些事情 我們比如說 喜歡只是做醫療的服務 舉個例子 這樣行不行呢 多謝兩位的提問 我覺得社會 當你失行了的時候 雖然我自己本身 是比較 在一個自由經濟重一點的 曾經一些政治團體參與過 但是你看到我的現在的思維 我越來越走 就是覺得社會有失行 所以我認為政府要適度去支援業界 要不然根本 是由本 根本的問題裏面 是出了結構性的因由 譬如說可能土地的供應 或者使用權 都會有一個差別 剛才姚教授也都問過 那個比例是多少 應該是不是說 為什麼你又會支持自由經濟 而取得平衡呢 我就覺得 就要看哪些類型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很多年前 我就留意到 剛才大黨說的環保磚 那路政署一直都很愚蠢 他就用在澳洲盡口 或者紐西蘭盡口的補地磚 他們因為用這個基礎 就是世界 世貿的組織 每個月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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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全世界去招標 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本地的生產商 就不夠對方打的了 如果論個顏色 是很漂亮的 澳洲的泥 那些clade 就是很橫黃色的 很fresh的 所以以前我在地區做事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保 就是說他還沒等到專利 但是我們在環保爭取抗爭的時候 我們就質疑政府 為什麼不主導優惠 譬如說在一個合約的制度裡面 引入如果以本地回收玻璃是優先呢 那這個政策應該去打破了 我們這麼愚蠢的政府的合約制度 就是自己好大氣功 想著又說我要合乎世界 WTO的制度 所以我覺得如果硬性 就是又用一些實體的舉例 這個也可以阻爲參考 多謝 回答姚松炎的問題 就是 所謂相對於外地來的產品 那類的服務 我們為什麼要維持本地的利益呢 第一當然就是以本地人的利益先 如果用方學生的例子 本地生產的產品 就消露不了 這個就有損本地人的利益 就是本地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團體就會站不住 這是其中一個考慮 第二個考慮就是策略 如果那些產品 譬如說農業 美國農業補貼 你什麼世貿 他都睬你都傻 他都是保護自己的農業 為什麼其中我覺得 除了農夫的利益之外 很明顯它這個是戰略的考慮 這個戰略的考慮 就apply to香港 一國兩制底下是有的 所以就是 本地的農產品 我之前都講過 如果能夠我們自給率 是高一點的話 我們的自主性是強一點 這個是重要的 至於誰去決定呢 我覺得當然是應該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 就是這個制度 不但民主 還有很多地方在崩壞 所以無論民主好 或者透明度好 都不足的 這個詳細機制 我們就再要討論 究竟什麼委員會 什麼實體去做 我要插一句 剛才你提到 主要在講的供應方 就是說本地的供應者 如果沒有保護 就會輸給國際競爭者 就無法保護本地 但是從消費者的角度 他就要比貴了 買本地的東西 如果我們那個例子真實 就是說外國明明又便宜些 又同樣品質 但是我們都為了保護本土經濟 消費者其實是要用多些錢買的 你用那個民主機制的時候 市民就會 可能 我不敢肯定 那些消費者的市民可能會說 我做什麼要貴些去買本地的東西 明明有便宜些 一樣質素 這個爭論 可能大家都要討論 但是有補貼 補貼的時候 就是 當然最後都是市民扶抄 但是就是 從公帑的使用裡面 你看到美國的農產品 都是有補貼的 那結局呢 那些消費者 究竟 用多多少 這個就要認真正確 我想 因為每個人都打尖 我都不介意 反正都是 原來我是主持 沒有理由 有權不用 應該用盡 但我猜到一個 我猜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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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個問 不過已經有了亂套 都不緊要的 其實都很好的 這個做法 那我想就 遙重嚴急 應該補充 其實我問方學生 還未回答 不過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再 就是 其實是誰人決定 譬如你的分類 就是消費者 成生眼者 所謂本土的本土 是什麼人呢 constituitance 我猜到 包括劉永康 你提到那個本土 比如說 你要支持自由市場 框架 然後就 不想依賴中國旅客 但這個又是有奇怪的 我覺得 那自由行 應該是自由市場 最大的框架 那你為什麼不支持自由行 底下 誰來就來 就是誰有能力來 最真正的自由市場 其實就是 你打開門 然後是 誰 甚至你很奇怪 你支持文化產業 就是政府應該投資 支持各種文化推廣 體育事業 也是有些奇怪的 如果你從一個自由市場 私有產業的立場 譬如現在西九那個 我一直講 真正的自由市場的支持者 他應該支持什麼政策 就是 給予一個空地出來 哪個人想去表演做文化活動 你就有機會給他表演做文化活動 然後哪個人想去看 大家就去看 然後看看哪裏多些 哪裏少些 然後慢慢自己會 勾出一個本土經濟 本土經濟從來都不是一個 top down 所以我不知道 你怎麼理解這個constituency 幾位可能都要答一答 究竟你的本土是怎麼構成 然後為什麼是 從你的角度可以達到這個本土經濟 我首先回應許教授 你問關於誰決定 這個取向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一定是市民 應該是由下而上 一個public engagement 其實今天不是不好的 我們有一些關注 這類不同的議題的朋友 經常坐在那裏去分享 加上有些業界 坦白地說 業界有些是辦代表 但也有些是他們真的關注的 當然我剛才說 辦代表的功能組別 他們的業界就是 只是董事老闆 但有沒有想過 下面的員工 或者市民的看法呢 所以我覺得如果 許教授問我那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由市民 由下而上 多些辦這些public engagement 才可以決定到 那究竟會不會有些壟斷呢 例如文化產業為例 我自己也是一個行內人 曾經 那它的場地 有時是某些組織 它記得利益者是壟斷了的 它經常表演開就可以表演 所以我覺得土地的運用 譬如好像港鐵附近的空地 其實絕對是應該要打破它 給我們第四空間 給我們香港市民 很多表演場地 就可以釋放了 多謝 不如一路這樣輪著 回答兩位主持的問題 好嗎 好 多謝先 很多謝 有機會可以這麼深入 去討論這個自由市場的問題 那麼我認為 我支持的自由市場經濟 不是一個完全放任的市場經濟 就是我認為真正的自由市場 是必須要有合理和公平的競爭 給不同的競爭者都可以進來去 就是公平地參與 就是自由地去 在一個市場裡面去公平參與 這樣才是一個 就是我所支持的自由市場的模式 當一個市場是放任到 只剩下一至兩個壟斷者 去經營所有的事業的話 這個不是一個真正自由的市場 首先想營商的人 他沒有自由去加入這個市場 第二就是消費者沒有自由去選擇 其他的企業 所以根本這個不是一個真正 人們沒有自由度 你說就說市場很自由 所以一個政府的責任 就是去維持市場健康 和有恰當的和公平的競爭 所以我以這個框架的情況下 回應剛才姚教授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有本地和國際兩種產品 有一個比較的時候 怎樣去取捨呢 我是覺得最重要是兩樣東西 要看一下什麼情況 為什麼國際會有便宜又美又正 是因為它傾銷來香港呢 還是因為本地的質素真的差一點呢 如果本地的質素真的差一點 如果本地的質素差一點 可能我們要想一下 怎樣提升本地的技術 令到本地的質素可以做好一點 或者可以生產得便宜一點 然後令到它可以和國際的產品去競爭 但如果不是 原來因為外國 例如大陸他們可能有一些 或者真的匯率上的問題 令到他們不公平地 可以很便宜地傾銷一些的產品來香港的時候 可能這些情況 我們就要想一下政府是不是有需要適度去補貼 農產品的話 是不是需要適度去補貼 令到本地的農產品 仍然可以在市場上面 公平地和大陸賽去競爭 類似這些情況 至於誰去決定一些的產品 我覺得最重要是由產業的優勢去決定 譬如為什麼我剛才認為文化產業可以在香港發展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產業在香港是有一個優勢 一個發展的空間 我剛才提到香港獨有的文化歷史背景 以往的成功經驗 我覺得這個產業 有它固有的優勢 可以在自由市場裡面有機會 可以贏到其他市場的這樣 所以就很短時間盡量會回應多些問題 希望可以多些交流 一句說完都是自由是不應該有壟斷 我覺得 說完 好 還沒回答陳永明之前 你可能都會答到余松明的問題 那我就針對我來問你那個問題 就是你提到 我挺喜歡你那個 要澄清本土經濟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說要支持本土經濟 本土是什麼 constitutes是什麼 怎麼找這些人出來 劉永康最後說 你覺得這方面 我覺得就不是很本土的 你覺得是不是你代表本土呢 這個我猜你需要deserve 你回答的 其他人如果不覺得是怎樣 那怎樣去come up with 一個 所謂本土的conclusion 甚至方學生 可能你下面再要 elaborate 究竟這些所謂遊客至上市民 那些怎樣選取 是不是所有有身份證的人 年齡算不算 諸如此類 很多問題的constitutes 我覺得不容易處理 所有界定本土 不過回到陳永明的問題 就是你說什麼是本土經濟 就是一個好的界定 然後你用可持續 自給自足 你批評政府 我覺得就很清楚 他實在太容易批評 我猜批評政府 不是一個太難的問題 但是你說是可持續 自給自足 我覺得你需要有責任去 再仔細解釋 你所謂的可持續 本土經濟是什麼意思呢 具體是包含什麼現象 又是由什麼決定呢 自給自足又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percentage也好 怎樣也好 你怎麼界定又是什麼人 授權你 你覺得這樣 就是一個本土經濟 可不可以回答 是 先回答一下 邀松嚴教授的問題 雖然我剛才整個幾場都沒有說過 我是從上自由市場 又很要求政府高度解任 沒有提過的 但是都可以回答你的例子 究竟這個政府是去到什麼時候 需要介入呢 是不是由自由去放任呢 是不是好像剛才的例子 說是要 法例上規定 一定要買了本地的東西 先呢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 提供一個公平的 和一個起步點 就是說 例如外國那些 是便宜是漂亮是正 我撇除它那些土壤 真的比較漂亮 那樣東西 會不會是它的政府 其實是有很多的 我當農業 農業政策的補貼 有很多不同的規劃 去幫到他們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的政府 是不是應該 同樣提供一個 優質一點的平台 但是 不是限制住市民 一定要買本地的產品 那起碼可以營造到一個 可以競爭的環境 就不是完全放任 又不是說很高度這樣介入 OK 那第二件事 究竟誰去界定 是不是 什麼叫本土經濟呢 其實 剛才那個 我說的時候 台下的反應 都是有一個的代表性 譬如我說 喂 廣東到買珠寶 大家都會笑的 那為什麼我說 本土經濟是 可能是農業 或者生態旅遊的時候 大家都 咦 咦 其實是可以證明到 也都剛才說 批評政府容易 因為政府那個 真是太過高空了 真是高空轟炸 由上而下 東西丟下去 在全灣做個珠寶剪 那麼 那 剛才的問題 Sorry 剛才的問題是 是 怎樣決定 又怎樣可持續勝法 是否說要多少%呢 這個是 有相當的難度去回答的 那我相信 是先要 那個 當區 或者那個地區 是有 一個需求 在做這個工作 而市民 也是有提出到的 譬如你好像農業 那樣說 一直都有人在說 本地農業了 那我們才去考慮 你這個可不可以 是一個可以持續地做呢 那自給自足 其實在說 可能是 比較就近地去工作 就不一定是說 要跨區 譬如我住在這個農業的地區 我要走去市區上班 其實這個 是不是真的可以很 促進到本土的經濟發展呢 會不會其實都是 變成很單一的發展呢 所以其實就是 這個邏輯去講 這個本土的自給自足 和可持續性 到期未回答之前 又是我還沒問那個問題 所以我要針對 所以陸業童然真的很喜歡他 因為講完之後 我有五次機會可以再講 不過 陳羽明 我想補充一下 我喜歡你第一個答法 但第二個答法 坦白說我是不同意的 你第一個答法就是 就是 這些可持續 或者是 本土經濟的決定 可能是一個很難回應的 或者是可持續 是什麼意思 這個我是喜歡的 因為其實 我們不是要求一個很簡短的 選舉一般是這樣 什麼都可以回答 這個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香港今天的政治很大問題 所以我喜歡這個答法 但是後面的回答 可能是出賣回你的 就是你自給自足 又很快地回答 甚至你用台下觀眾的一些反應 來作為你一個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很 可能要很小心的 因為台下觀眾可能就是 那種笑 就是你剛才 珠寶可能有各種意思 我讀不懂 其實不知道你笑什麼 因為你可能一百個人笑 可能有一百種原因 所以這個要小心 同時我想補充 就是你不可以這樣證明 就是 因此搞珠寶那些 就不是本土經濟 搞這個 這個回收或者綠色 就是不是這樣的 你記住 譬如我們油馬地玉石市場 其實都是一個本土自己搞出來 珠寶香港人要不要 或者珠寶怎樣做法 有很多種的做法 究竟是不是一個 一定不可以做本土經濟 我覺得不可以 是先驗地 一定是這樣的決定 反而需要做一些研究去判斷 這個不好意思 我覺得可以仔細 如果是談下去的時候 希望民主黨可以就這些 所謂本土的研究 最後到了其 你的問題 我也是從這個 因為選舉通常 很多時候我們會回應 受眾或者投票者 甚至會投其所好 這個我覺得 也有時候沒有可避免 不過不可能只是這樣 否則政治的工作者 可能帶領不到一些傳導 或者做不到一些創意 所以你剛才的回應 我也是有點失望的 譬如說今天大會的設計題目 可能傾向少許是綠色 所以我就說些綠色 這個我猜是有些奇怪的 反而回到最早的那個 就是Humbleness 就是說民建聯 可能在這些地方 沒有什麼轉張 不要緊 你不代表民建聯 你有沒有一些紙張 就是這些問題 本土經濟也好 香港未來的一些生活素質 甚至是食品安全 食物自足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看法 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其實最初步也好 就是有沒有一些想法 在這些範疇裡面 時間真的很少 你回去教授 我澄清了 你不要誤會我 我自己這個題目 我講一兩個中德 那你要談一下 我就選那個 這個都是我的 我不是我作出來的 你不要搞錯 我可以講其他 有空你可以跟我談 那些主張 那些主張 我自己的主張 剛才那節我已經講過了 就是很多其他 就是本土經濟 綠色的食物 那些 我想我也不在乎 我回應一下 袁教授 我不知道他有問題 包括我 如果是的話 我回答你 我想大家 如果你有些學術研究 大家會很明白的 這個世界是不會 真的有一個 完全自由的市場 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你問我 如果0分是 完全是 計劃經濟 100分是 完全自由市場 我回答你 可能85分 我主張 有些東西你要規管 就是你沒有可能 入境所有 所有 進口的貨物 你沒有去查 我想是 是可以 不是說規管 是說如果有外國貨 又便宜又漂亮 究竟你會不會 要求政府去介入 要先買本地貨 不會 我是不會的 但是你 我亦都不會說 所有貨品 都要 支持本地貨 當然是不會的 但是有些 如果是有需要的 或者你另一個角度 我有些支援 不代表我完全是保護你 就是 譬如農業 我回到剛才農業 我不會說 我一定規定所有 其實我比較反對 歐美那種大規模的資助農業 因為這是牽涉公共資源的運用 或者 有些回應張議員那些 究竟 你拿那塊錢出來 資源是有限的 大家都知道 那塊錢是用來資助農業 好啊 還是 做其他事情更好呢 它更加發展更好呢 當然 它規管這些事情 我真的跟它說 美論上 好 我想補充一下兩句 就是 不是愛國貨的問題 不是它便宜貴的問題 我們也不是說 要這樣干預市場 但是當社會的市場 平常真的有某個性質 它是失衡 那麼我們政府便必須要 資助和加入 去補貼回 就是我認同 就是剛才的說法 就是說 起步點是否公平 例如 就是剛才我有一個舉個例 是比較合適一些的 就是WTO這個情況 就是路政署 譬如它設定一些 它仍然是公開招標的 亦都有一個公平的招標制度 但是如果 我們合理地去令到 它現在是本地生產的玻璃瓶 這個玻璃瓶 如果我們不回收 我們亦都有另一個Course 我們就會把玻璃瓶 霸佔了我們的土地 它躺在堆田區 不是我們看著海景的堆田區 就是 變成其實我們一樣 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譬如我舉個例 將溫度堆田區為例 成億多 那你那些億多 補貼回農業 有何不可 亦都浪費了土地 其實是三贏的局面 謝謝 然後其實就可以 阿邦議員你可以繼續 可以選擇去問一位 民進的問題 大致都是問天下第一黨 其實你會不會比較 別人的取向 譬如今天說法 如果你說兩三小時 每天可以大家 談談環保的政策 但是 貴黨對於 擴建那個 Landfield很支持 其實你們有沒有遠見的呢 就算說回到城市規劃那裡 就是浪費了土地 你們怎麼看 方議員 果然這個是你的招牌 我明白的 我想應該以我所知 我不是欺負 相關的 政策那些 研究的人 我們沒有極度主張 但是 方議員可以回答 究竟我們的垃圾 可以擺在哪裏 我支持 有法律 用現代先進的方法去做 但是無論如何 始終的燒成灰 只剩下百分之三 都要有的 我問你一句 你是否說香港 完全不需要多田區呢 多謝杜蘇先生 廢物管理 長遠一定要有一個 在外海輕易一個大型的垃圾島 去做好源頭分類 就不是說小收小補 去到哪裏 就這樣去浪費 還有 sort at source 在源頭分類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那些不是垃圾 如果做好分類 也可以說回我們本地經濟 如果有很多綠色產業 無論是台灣 一個垃圾站有幾個人管 它可以拒絕 收一些不應該棄置的垃圾 那這些 你們第一大黨 在政府做這麼多高層的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不推動呢 對不對 還有就是譬如 我很認同 其實一個高溫處理的系統 是可以的 那定位 透明度 作為 又是你了 執政黨 你這個 做得不理想 應該 還有 垃圾徵費 你們都是在這裏 拖慢 節奏 只是 在立法會數夠票 那你就完成了 你的 旅程了 所以 對其他 將市民的聲音 進不了議會的事情 我想你們都要檢討一下 這個就是這樣的看法 麻煩你 所以年輕人不應該進入你的黨 不關你事就 謝謝 謝謝 因為組織很大的 你不會管所有的事情 當然我有理想的推動有些不同 我也不會告訴你 我的理念和他100% 沒有可能 說你也不要相信 對吧 你跟著樹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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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簡單問回 杜楚琦 剛才你的說法 相當自由市場 你說 如果外國有些產品 或者外來有些產品 是便宜過我們的 假設品質 一樣 或者甚至它又漂亮 又便宜 那我們就 不應該限制 就是讓香港的市民自由去選擇 這樣的 那麼 在一個 我們就算回來農業 說回財 我們本地 產品 漂亮 不過 未必便宜 因為那個銷售網絡 很有壟斷性 那麼 而現在那個網絡 就是很 可以相對 大陸來的產品 一定會便宜 本地的產品 那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打擊了本地的農業 那麼這裡有很多的成本 不僅是環境的成本 土地使用的成本 以及社會成本 那麼這部分 你會不會考慮要計算在內 我簡單回應 就是這樣 你以為你剛才沒有說過 價格的因素 假若 理論上 假若它質素一樣 如果本地的價格 譬如 高人5% 那你就賣本地 那麼你可不可以說 高人10倍 你都要賣本地 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 某部分研業 我是主張 你用那個計分制 是分的 對不對 你不可能幾倍 你都要賣 有時候 稍微 就是少少ecoin 大家都會知道 這個世界的分工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國家 跟人一樣 有它鎖長 有不鎖長 你不可能說 香港 我做什麼都可以的 不可以就政府 給完資源都可以 這個是不可能的 還有香港 經濟體這麼小 是絕對不可以 好像其他國家這樣做 或者我在這裡 借一點時間 提提大家 香港之所以有今天 是因為自由市場 自由發展 我同意 可以是少少 政府介入 但是你千萬不要走向 好像歐洲 或者法國 那種 政府管那麼多 那種 那種左派的思想 非常危險 對抗 民主黨 是否真的左派 沒事 沒事 我想你不太清楚 誰才知道左派 如果你知道 我建議你看一下 什麼是社會科學 自由 我先想 民建議員 大家不要說是左派 好嗎 那現在我想 每個人都問民建議員 我試試轉一下話題 我想問問民主黨的北區區議員 剛才陳議員提到 你覺得本土經濟的可持續 還有至少一點是 應該減少跨區工作 就是儘量居民在區裏面 可以就業 這一點我非常同意 就是 暫在環保角度也好 暫在居民自己的時間上 我也很同意 那你作為北區區議員 我想請問一下 你覺得北區有什麼行業 是適合北區的居民 可以就地工作呢 走水貨是否一個可行的選擇 多謝 好 謝謝 那走水貨呢 我們都經常都 在區裏面會碰到這個議題 雖然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不犯法的 因為可能法理基礎 沒什麼對這件事有個大規管 但我是不同意 走水貨是一個工業 或者一個物流的 那你問我的 我們北區現在是面臨著 真是有新發展的 譬如你皇后山好 或者新界東北都好 我們在區裏面 我們民主黨關注的 第一是交通配套 跟著就是講一個區裏面的就業 因為交通配套 如果他出去區外面上班 當然是交通配套最重要 那區內的 譬如我們見到 其實粉嶺是有一些工業村的 我們都有提出過 那個加高的使用率 由30米到60米 看看可不可以推動多些 本區的工業發展 那另一件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 譬如新界東北裏面有很多農地 很多閒置的農地 譬如馬士布 很多地方 都是屬於北區的地方 那我們都推動政府 其實我們有一個原則 不如你不要動馬士布 你保持一些農地 那你哥爾夫球場 那麼大的地方 那為什麼你不收了那裏 來起樓呢 為什麼你這麼快 要搞那個馬士布呢 那其實我們民主黨 你既然問到那個黨 其實我們都有區議員 是在那裏跟著這件事的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 回應到你的問題 希望 OK 跟著我問 其實我的問題 不太多 那 或者不如你先問一下 好嗎 好 讓我組織一下 先問一下 因為我想問你的 他們全部都問過了 不如讓你試試問了 OK 那或者這樣吧 我問一下張超雄議員 我也知道貴黨的字 我也知道你們的立場 我很明白 因為我自己本身讀 我覺得不應該要做 你們去做什麼 對 就是 對 剛才是嚴教授所說 給出一般高的價錢 例如你看看韓國 韓國農產品都很保護 但他們很多東西吃牛肉、吃肉 米是很貴的 對於每一個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來說 是否真的有好處呢 政府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做呢 其實香港政府基本上是很大的 我們叫行政主導 就算在立法會我深深感受到 我們立法會議員很難立法的困局 而當政府拿一些東西上來的時候 貴黨一定會互航 而你們保皇的數目永遠都比我們多 也不需要分組點票 所以就算我們地區是高過你們的票數 但是都永遠是阻政府不了的 所以本身的政治架構已經必然是這樣 再加上政府有沒有資源呢 我想大家不需要我講太多了 三萬多億的儲備 我們一年計算了一些非經常用開支 都在說四千多億的一年 所以無論資源和權力 我們政府是絕對有權去調度 有關這些無論保貼 或者是一些保護的政策 是絕對做得到的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的泛民 也沒有可能台下的朋友